恭请参选人和副主席龙斌认词 谢谢王常委 庄常委 胡常委 还有光华社的廖常委 还有我们蔡秘书长 以及所有在场我们菲律宾在地的党员同志 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利用我们休假的时间到这里来跟郝龙斌见面 同时听郝龙斌来谈我对于国民党未来发展的理念路线方法 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反正走到前面来讲 讲比较习惯一点 站在上头 很多人都问了我 说 我为什么要选党主席 尤其 到了菲律宾 我看到我们这么多党员同志 我真的有一番感动 就是我刚才跟加鸿兄在讲 我觉得在菲律宾 我看到的我们这些党员同志 每个不仅对中华民国很关心 甚至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也很关心 而且不了解说国民党为什么我们会在接连两次败 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溃败 其实这些问题 我希望将来我都可以 等一下都可以给各位一个简单的答案 如果各位有不清楚地方 我等一下也会开放一些时间 我希望大家来提问 我们用一个面对面沟通的方式 让大家不仅对各位心中的疑虑 能够清楚更重要 也对未来我怎么带国民党 我希望大家能更清楚的一个认识 简单讲我为什么要来选党主席 就是因为 我希望能够带国民党走上一条新路 我也希望透过我们真正的改革改变 让国民党变好 因为我从心里相信 只有国民党变好 台湾才可能变好 其实 过去有一句话 在台湾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且跟我们的败选有一点点关系 叫做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可是昨天我刚好在台中 彰化这一代 我跟很多党员座谈 包括有非常多市场的民众 也跑来听我在讲话 结果就有个民众 突然讲他说 我现在才了解 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为什么讲这个话 民进党才执政十个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十个月 真的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 当初 民进党没有执政之前 他们坚决的反对 美牛进口 说美牛含有莱克多巴胺 对人身体不好 为了捍卫人民的健康 绝对不可以让美牛进口 而且他们坚决反对 核能核电 说核能危险 污染环境 而且这个污染的周围 万一有些食品 对我们的健康也会造成很大影响 所以 非核家园 跟台湾独立 两个是民进党的两个神主牌 可是 执政 才刚刚拿到执政权 他马上宣布 美猪应该要进口 怪 台湾人不是吃猪肉吃的比牛多多了吗 如果美猪里面 美牛里面还有莱克多巴胺 危险的话 美猪里面的莱克多巴胺就不危险了吗 当初不是反对核灾 和核能核电 怎么日本福岛发生了核能核电的危险以后 结果这个污染环境的食品 他要进口给台湾人吃 那台湾人的健康又怎么回事了呢 不止这样 你看他经济问题他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看到一个一粒一休 搞得台湾 不止劳工拿不到加班费 雇主现在不敢让劳工加班 一般消费者因为劳工不加班了 员工不加班了 薪水升高了 所以现在变成缩短服务时间 消费者受到伤害 政府搞了一个 这个法案 一粒一休法案就搞得政府公信力全失 充分证明这个政府是没有能力的一个政府 四大皆输 从这里看出来啊 民进党基本上 如果用一句比较通俗的台湾话讲 就叫做诈骗集团 选前骗选票 选后骗选民 就是只为他政党的利益 八千亿拿来做绑标 做公共建设 这八千亿 可是军公教 现在讲说年金亏损 我刚好也碰到一个军公教的人 他在讲 他说我们当初是政府保证我们好好工作三十年 将来我们退休的时候 他给我保证还想余年吗 今天我们钱缴出去 他怎么到就像保险公司一项 你今天缴了二十年的保险 你缴了十九年他告诉你对不起 我们现在保险费保险公司亏损了 所以将来你的保险金我不给你 或者给你打折了 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 可是他就欺骗 他就耍赖 你把他没有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啊 今天台湾变得一片乱象 大家对我们国家未来前途 没有希望 我刚才讲过 因为我相信 只有国民党变好 台湾才能变好 国民党够强 我们才有可能 制合民进党 才可能救台湾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党主席 当然 选党主席 不是演讲比赛 你讲的天花乱罪 你最后做不到 将来 人家会觉得 你也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要改革 要改变 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你必须要说到做到 只有这样 国民党才有可能改革 才只有改变 所以我常在讲 我们只有用行动 才能造成改变 只有改变 国民党才有希望 所以我今天 之所以要选党主席 简单讲 就是要透过我对国民党的了解 认识 看到现在的问题 我要让国民党改变 而透过我们的改变 我们能够超越民进党 争取到大多数民众支持认同 只有这样 国民党才有希望 改变 需要想想我们当初 为什么失去了政权 简单讲一句话 国民党为什么失去政权 就是跟民意梳理 我们根本不了解 基层民众在想什么 而且我们很多的政策 没有办法坚持 甚至我们党的内部 激息非常多 大家讲了很久 都没有改变 比如像最近我们提到两件事情啊 一个就是说 我们为了国民党要接地契 所以地方党部主委 应该要辞选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只要在地 比如说菲律宾的党部 谁最了解 当然是菲律宾的党员同志最了解 对不对 所以党部主委如果透过菲律宾的党部 产生一个党部主委 当然对菲律宾整个党部的状态 在顺利运作 可是过去我们党的主委都是派的 而且经常轮掉 地方状况根本没办法掌握 所以党部主委直选 这件事情是对的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谈党部的主委直选 谈了多久 2005年就在谈了 到现在我们已经2017年了 没有做 而且说我们 我们党 党路要进入校园推展 我们才能够得到年轻人的支持认同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 党部推出校园多少年了 公元2000年就推出校园了 2000年推出已经17年了 光讲没有做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今天做比说重要 要说到做到 党务的改革必须要落实 而且要去尾存政 就不要做那虚伏 浮夸的事情 只有这样 国民党才有希望 那要改革的第一步是什么 我们既然是跟民意脱离 跟民意梳理 是否最开始我们就要接力气 倾听基层民众的心声 了解基层民众的问题 同时透过解决民众的问题 争取到民众的支持跟认同 这是党部 我们真正做一个党务主管 或者真正领导国民党 开始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怎么做 其实 大家如果回想 30年前 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年轻的党员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员 是非常有光荣感 骄傲感 而一般基层民众 也对国民党支持 认同度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句话 叫做台湾前烟角木 国民党执政 经济做得很好 一般人生活得很好 当然对国民党很满意 当然支持认同国民党 另外一般的党员党工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让台湾进步 党员党工 刚刚就觉得很骄傲很光荣 所以要改革的第一步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党部 我们做的事情 要让党员党工 有光荣感 骄傲感 让民众有支持感 认同感 这就是党要改的第一步 那怎么做呢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好龙兵今天啊 要选党主席 我觉得不是说只讲一些大道理 讲一些理论 而是你要说到做到 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曾经发起了一个 反对日本核灾市领公投联署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过去一年半里面 我都在集成到处走 我最常听到民众谈的就是 为什么民进党 一直说 我们要非核家园 可是明明日本这个地方 已经污染了 核电污染了 核能污染了 结果他们的食品要进到台湾来 我们还要给他进来 这就是民众的心声 可是当日本的代表 到台湾 日本的农业副大臣到台湾 我们不仅卑躬曲奇地在这 欢迎他 而且他非常强悍地讲 我们希望日本的核灾地区食品 能够进到台湾来 要不然跟未来台湾日本的经贸 台湾日本的外交关系 会有影响 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我觉得 这件事情 政府做的是违反的民意 更重要 这件事情 国民党应该站出来 不仅发挥在野监督的力量 更重要 要反映民意把这件事情 真正的打住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般民众非常支持 可是党部觉得不可能 觉得我们要耗费 太大的资源 太大的人力 而且成功的机会不大 因为 我们要完成公投联署 第一部分就要拿 九万三千份联署书 所以党部不支持 可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国民党 如果都是简单的事情 也轮不到我们做 更重要 既然是民意的所向 我们就应该穷尽洪荒之力 把它做成 所以我发起了工作联署 结果透过 立法院立法委员 给我的帮助 透过各县市议委 给我的帮助 透过非常多党 原党工作的帮助 我在一个月不到 拿了十五万份联署书 也就是因为有这十五万份联署书 民进党政府宣布 核灾食品 暂缓进口 在这件事情中间 我也有个深深的体会 国民党要做对的事情 要做民众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只要民众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尽一些努力把它做成 那参与这件事情党工或者党员 觉得我们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自然会增加它的光荣感 那当民众 我们一件一件事情 都是民众希望我们做的 而且我们尽一些努力把它做成 一次一次改变民众对国民党的印象 当有一天 越来越多民众觉得 国民党真的不同喔 国民党真的有做事情 政党喔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就可以重新站起来 你们说对不对 这就是我要做的 而且我觉得真正要做 不必等到当选再做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等待 我们必须见机旅机看到问题解决问题马上就做 所以最近大家也看到 我在军工教年金改革 当民进党政府 把我们一些弱势的军工教 抗争的这些朋友 准备要起诉 或者准备要研办的时候 我也站出来了 各位 9月3号的时候 军工教为了反污名 要尊严走上街头 今天这边刚刚有四五位 台北来的老师 我相信他们也心有其激烟 什么时候 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支柱 社会稳定的力量 老师公务员教师会走上街头 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形 我心里只有四个字 叫做动摇国本 政府有性爱保护原则 当初这些公务员来做事 你告诉他 你好好做三十年 我让你安享一年 可是怎么会 他做了二十年 甚至二十五年 甚至二十九年的时候 你应该对不起啊 政府财政困难 所以现在请你们委屈一点 我们要砍你的退休金 砍你的一些福利 甚至当外面声音很大的时候 政府就放放话出来 军公教都是米虫 今天他们反改革 甚至今天就是因为他们托垮政府的财政 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 当然不行 所以当军公教走上街头的时候 政府不仅污名化他们 甚至政府 用了威胁恐吓的手段 用一把言半来吓他们 那天 上个礼拜 我刚好在一把院附近 我看到一手无据寸点的军公教 在那里成行的时候 结果居然把他们准备要起诉 我看我心里非常不舒服 我想大家都也记得 当初太阳花旋运的时候 一些民众冲进了行政院 一些学生占据立法院 结果冲进行政院的这些人 民进党政府说 这是政治事件 不是法律事件 撤告 而在立法院占据立法院23天的学生 法院说 这是公民不服从 合法 各位 如果冲进行政院 可以撤告 在立法院占据国卫23天 可以合法 守护寸点的军公教 在这里抗争 为他们的权益 为他们的尊严奋斗 他们没有伤任何人 一个人都没有伤 他们也没走进任何人的官署 要依法严办 这个公平吗 这个合理吗 所以我当时我马上就发动 我说我们要请义务律师 为这些弱势的军公教 来捍卫他们的权益 保障他们的人权 各位可能不知道社会反应有多好 我当天晚上找两个律师 第二天早上就变成六个律师 后来我说接着这么开个记者会 下午来了九个律师 记者会开完十一个律师 这就是公平正义 这就是民进党倒行逆施 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要说到做到 这就叫做说到做到 可是各位好朋友 说到做到不是只有一件事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需要做到做到 尤其国民党的改革 我们就必须要说到做到 这几天大家有看到 国民党党主席的联署 总共我们原来 三十二三万党员 突然变成四十六万党员 当然这些党员怎么来的 我也不愿意多说 可是联署居然连了七十六万党员出来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浮夸 国民党要改革 就必须要去尾存真 我们所有这些行事的 不好的 国民党文化中间不好的东西 通通再把它改掉 这些事情 我在今年一月我就讲 我说联署制度 过去除了 让我们所有的 党员的资格 受到非常大的困扰 参选受到困扰 而且从来每一次做的是真的 你只要检查一件事情就好 照理说联署等于是一个保证 就我今天帮你联署 保证我支持你 到时候你联署 譬如说我联署五万份 你应该就是这五万人支持你啊 投票你会拿五万票啊 结果过去所有的党主席选举 从来没有一次 党主席得票比联署多的 而且大概都是一半或者一半以下 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干嘛 我们难道我们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我们难道没有更重要的改革需要来努力吗 既然知道有问题 就应该大破大力把它改掉 你们说对不对 其实党内的文化有非常多要改的地方 不只是联署只是冰山的一角 另外我在地方基层座谈的过程中间 非常多基层党都讲 他说国民党一定要团结啊 然后他说我们都很团结啊 不团结都是你们那几位啊 就是因为你们天地在吵吵闹闹 把大家觉得我们国民党不团结了 其实我们的党员同志是真的很有智慧 我也觉得他们讲的非常有道理 国民党过去就是外斗外行 内斗内行 面对民进党就软趴趴 在自己砍自己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这样的一个党内文化不改 国民党也没有希望 所以我 我觉得从我们六个候选人开始 就应该要深知的反省检讨 怎么样反省检讨 你自己在选举的时候 绝对不攻击党内同志 这就叫做你反省检讨 任何一个候选如果在选举过程中间 你就你的看到的国民党问题 以及未来你要怎么样带国民党 国民党的路线国民党的方向国民党的未来 你跟大家来谈 我觉得如果每个候选都这样 透过媒体的报道 大家会觉得国民党真的不一样 国民党民主了 国民党开放了 国民党能倾听继承的声音 那这样国民党行政当然会提升啊 可如果每个候选 想的都不是这些 只想着自己怎么样当选 只想着我怎么样扯别人的墙角 往人的身上过分 只想着我怎么样拉一些人进来投票 这样下去 不仅国民党的形象会受伤 而且这个样下去 国民党还有希望嘛 所以我一再强调 这次党主席选举 也是国民党存亡绝蓄 是不是重新站起来 关键的意义 如果六个候选人心态正常 都做正向的选举 国民党形象会提升 当选完以后 我们大家一直支持得票最高的候选人 国民党就有希望 如果六个人 大家都在砍别人 修理别人拉人头党员 请客吃饭 各位 你说不定可以赢得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如果国民党的党员 看不清楚这件事情 你有可能赢得 可是你如果靠这种方式 将来有可能赢得百分之五十一的民众支持 我们在地方重担执政 或者赢得百分之全国人民的支持 我们重担总统大选胜利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爱国民党 要国民党好 就不要伤害国民党 爱国民党 希望国民党能够浴火重生 党员也很重要 如果你们选党主席的时候 真正把六个候选人仔细解释完 选一个爱国民党 用正向选举的候选 国民党才有希望我们说对不对 对 所以当一般民众在问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都讲 我说国民党团不团结 在六个候选人 也在所有我们党员的素质 跟党员对党改革的决心 正是今天我到这里来 我除了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以外 我也非常希望大家能让我知道 你们看到国民党的问题在哪里 或你希望国民党将来要怎么做 我们才能最快的重新站起来 国民党如果不谦卑 不倾听基神的心声 国民党没有希望 而当国民党没有希望的时候 倒霉的不是只有国民党 倒霉的是台湾所有的民众 以及所有爱国民党的 华人地区的我们的支持者跟民众 为什么我讲这句话 其实跟菲律宾的我们所有的 华人侨胞或者我们台商也都有关系哦 简单讲一件事情就好 两岸关系 各位 从民进党上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两岸关系很紧张 台湾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而且 因为这样 台湾的经济起不来 很多时候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民进党要这样做 包括 不是我想的 我前一阵我到台南学讲 我到日月坛 我到这个墾丁 我碰到非常多基层的民众 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好龙边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 民进党要坚持他的意识形态 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让两岸关系维持得好一点 他说因为没有九二共识 你台湾的经济受到影响 让我们生活生存生计 通通发生问题了 我事实上我到现场 我看到我这个状况 到日月坛 一个礼拜天早上 我站在文武庙的上面 那个文武庙的董事长说 你要不要数一下这个日月坛上有几艘船 我告诉他 不要数就看出来 三搜 他说你知道吗 以前任何时候 站在这里那是船是你数不出来的 多到 我到台南学甲的时候 养殖户 我很意外 他们懂九二共识比我还清楚 九二共识朗朗上口 什么叫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有什么好处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一经属于 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他可以卖四十六块 可是当蔡英文政府上来以后 他已经只能卖三十二块 成本三十六块 原来一斤赚十块 到一斤赔四块 所以他们一直在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民进党坚持他的意识形态 难道坚持意识形态 比我们的生活重要吗 其实这个事情我真的打不出来 因为任何一个执政者 你最重要的执政目的 不是就让民众生活的好 让国家更安全吗 可今天怎么会一个执政党上来以后 让民众生活不好 经济不好 让国家受到威胁呢 虽然你想不懂这个结果 这个到底为什么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只有国民党好 国民党够强 你才能够做两岸沟通的桥梁 才能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也只有国民党好 国民党强 你才能够透过跟两岸的沟通 让台湾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 台湾是个小地方 今天当然美国跟日本很重要 可是绝对重要不到 你拿军购 你拿我们的安全 拿我们的鱼权 甚至拿核摘食品 美牛 来做交换 大陆 虽然 我们对他稍微有点戒心 可是他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迫 我们又跟他同文同种同文化 我们为什么不跟他好好的交往 获取我们的经济利益 台湾不是